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鄉城小事 我是Simon 在之前我們有說過 有關香港在二次大戰期間 曾經被日軍統治了三年零八個月 相信大家都聽聞過 或者從一些坊間的資料得知 軍法統治下的恐怖歲月是怎樣 那你們又知不知道 法庭記載過的資料上面 又怎樣講述過日軍怎樣對待香港居民 或者一些外國人呢 我們今次這條片的內容 就會用上述這個角度 去揭開日軍統治下的香港會是怎樣 在香港輪行之後 日軍馬上就在香港成立了香港獻兵隊 香港軍政廳最高長官酒井龍 在時養港督楊武奇投降的第二天 就授權了夜間言之助 以150名獻兵造成香港獻兵隊 其中獻兵隊只是執行軍警工作 去到1942年1月 獻兵隊也都接管了民警的職務 包括防止軍事機密外撕 捉拿間諜 阻止敵方的政治宣傳和破壞 審查信件和講詞 鎮壓抱有敵意的居民和懲治罪犯的工作 獻兵中有一份戰地服務工作手則 當中清楚說明 監禁犯人來審問的監禁時間要盡量縮短 以免累積太多犯人 同時在審問犯人期間 犯人招認模擬是最好的證據 但說明不應該使用暴力 最後在審問過程中 如果清楚確定疑犯是有罪 需要將疑犯轉交司法部處理 以上就是所謂法律上規定 應該怎樣對待罪犯 但實際上夜間言之助 為了令市民配合憲兵 願意和憲兵合作 於是軍政府就要使用鎮壓手段 令華人願意和憲兵合作 憲兵事已逮捕平民 將他們帶到憲兵部嘉義審問 利用不同的酷液來虐待平衡 憲兵虐待平衡的手法 除了嘔打、罐水和蕭卓之外 亦都會使用電營 甚至放假握手無寸遞的婦女 很多被捕者在憲兵部內遭受到酷刑 身受重傷 因為酷刑而死的人更加不解其鬚 事任香港憲兵隊隊長的野家人 自稱經常監督部下 但他對於憲兵本部 同時亦在他辦公室內 再加上其他分部內的被捕者 私藥的行為就被私藥無睹了 前前香港政府醫務總監司徒永哥 在1943年因為間諜罪被囚於香港憲兵本部 囚禁期間被私以灌水的酷刑 而他亦都留意到憲兵經常虐打囚犯 部分人更加因為酷刑而死 私以行酷刑的目的是要強迫犯人認罪 而在屈打成招之後 其實下場都是死 在港島西地區憲兵部的審問間 擺放各式各樣的刑具 例如木軍、皮鞭、水桶、膠灌等等 根據1942年6月3日 香港日報裡的日本人廣告 替位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收買警犬 犬隻受訓之後 就會被派到不同的憲兵部成為武器 在1943年1月10日 十名華籍婦人在摩星嶺和薄芙嶺交界處割草時被巡邏的憲兵逮捕 他們被困在當地附近小小的機窗堡裡 之後憲兵就放出兩隻狼狗進去亂咬 逝去婦人一大片血肉 有人更加目睹憲兵用刀殺死一個執柴的婦人之後 棄屍奴邊第二天早上發現屍首被九隻細咬 即使捱得過酷刑而行免的 亦都逃不過被捉去海南島礦場做抗工的命運 根據夜間而資助在法庭上的描述 日軍是依照合法的程序處理犯人 假如犯人有罪 就需要將犯人提交到司法部 由軍事法庭審訊和判刑 但是事實上 憲兵隊才是執行死刑的機關 夜間經常下令處決囚犯 在不同的憲兵部執行死刑是常見之事 不少囚犯未經過審判就未斬首或槍斃 一個在香港憲兵隊本部做全益的日本人 井尚金尾指出 每個憲兵部都有權力執行嚴重處分 假如有人被捕 又有充分證據證明那個人有罪 再加上犯人認罪 憲兵部就會發出控罪狀 並且將認罪狀轉交到夜間而資助手上 假如夜間認為犯人應該被處決 就會貸刑並且發回相關憲兵部 立即執行死刑 日軍在佔領香港之後 因為要面對糧食不足的問題 雖然戰前香港政府儲存了足夠的糧食 但是都被日軍調去做軍糧 剩下的糧食不足夠維持 當時香港180萬人口的生計 日軍為了解決糧荒 打算將大量人口遷離香港 強迫他們歸鄉 務求將香港人口減到50萬 用來減輕對糧食和其他物資的消耗 想到就做到了 日軍隨即就實施了歸鄉政策 遣返的港人分為三類 第一類就是自願遣返 市民自費離港回鄉 或者透過社團和同鄉會協助歸鄉 這些團體會協助他們申請離境證 亦都會協助他們買船票離港 和資助沒有交通費的民眾暴行回鄉 第二類就是勸喻遣返 經勸喻而離港的人 都會獲得政府提供寄宿 善食和交通資助 費用全面 他們會登上由政府安排的船 送到內地的指定地點 最後一類就是強迫遣返 對象是無業的流浪人 即是冷暈、黑蓋等等 以及罪犯好像劫匪和強盜 憲兵會將他們拘捕 再集中在難民營 等人數足夠之後 周中全隻運走 離港之後 政府會派發少量的糧食和金錢 給他們 歸鄉政策 由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文字部負責統籌 並成立歸鄉事務所協助執行 另外通訊部、交通部、衛生部和海港辦事處 也有份參與 憲兵的工作就是在街上拘捕民眾 再帶他們到北角難民營等候遣返 並且派員看守難民營 防止有人逃走 其次是憲兵和警備隊 要在憲派過程中隨旋出發 負責警衛事務 除了官方機構外 總督也要求兩華會 協助執行歸鄉措施 負責勸與無業流浪者 自願回鄉 以及聯繫各社團和同鄉會 協助市民歸鄉 去到後期 憲兵強行抓捕平民 再將他們運回廣東各地 而在1944年年底 去到1945年年初 拘捕更加嚴厲了 憲兵隊在街上用繩圍捕市民 被捕者無論是職業 都一概送到難民營 並且等候遣返 很多難民在遣返的過程中 由於沒有足夠的食物 有些難民未出發 已經餓死在難民營裡 而在遣返的過程中 日軍為了防止人民 運走錢和物資 於是就只進去他們 帶少量行李和糧食 很多人就算最後到達目的地 都會因為糧食不足而餓死 而更加多人已經在途中捱不住 就餓死了 以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1942年 歐年和她丈夫曾謀亭 被迫遣返 在農曆四月初四中午 夫妻兩人在家吃午飯期間 突然有一批獻兵 和印籍獻查人員闖入 將他們兩個人拘捕 並且帶到去洛克道的 一個防空洞裡籌金 第二天早上十點左右 他們被趕上貨車 運到西環登船 他們被捕時 身上一點行李都沒有 一同被捕的有幾千人 運到西環的有成萬人 日軍再利用十幾隻船 將他們分批運走 登船的時候 每人獲派兩斤白米 兩個面包 獲給十元 而登船之後 士兵再將他們推入船艙 禁止距離進出 他們開船不久就遇上了風暴 當時獻兵主要集中在最前面的拖船上面 由於拖船頂不住強大的風浪 獻兵於是斬攬自途 剩下後面十多隻載著難民的船 在海面漂流 其中多隻沉沒 而歐年兩人所乘搭的船隻 就因為船頭破裂 大量海水湧入 而導致多人死亡 船隻漂流四天四夜之後 終於有一艘船隻 金星到場救援 當時海上只剩三艘船 船上有不少屍體 金星號將船拖到一座山邊 再用漁船將難民接上岸 上岸的人遠路前進 有人因為太餓而行不到 只能夠在海灘等死 由於早前已經有另一批難民 流浪到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岸上面已經滿布屍體 愁氣昏天 歐年兩人由夜晚走到日出 終於到了一條村 而幸好他們兩個身上還有少少錢 最終終於可以返回香港 香港羅洲島 是一個已經沒有人住的荒島 1944年7月 獻兵用返鄉的名義 將幾百個難民送到這個島 扔下了這群人 在島上之後就離開了 雖然羅洲島 和鄰近的陸地距離很近 但是由於水流很急 即使擅長游水的人 都很難渡海 部分難民為求生存 唯有冒險試一試 可惜他們很多都已經飢餓無力 導致多人溺斃 在沽島上的人 由於缺乏糧食 只好將死者身上的肉 撤離色以免餓死 在島上求救 慘叫之聲不絕 聲音隨風傳到對岸的鶴咀村 但是村裡的漁民都不敢去救援 因為當時鶴咀村和赤村都有獻兵部 萬一漁民把難民救回村裡 獻兵一定會知道 並且處斬施救者 島上可憐的難民最終都傷戒死去 屍體遍佈岸邊 有些被大狼衝走 有些被人吃了 到了1945年4月 有漁民登上羅洲島的時候 還發現海濱遍佈了很多人骨殘骸 根據日軍的統計數字 自日本佔領香港開始 直到1943年9月 離港人數達到973,000人 當中有381,000人自願離港 又有576,000人經勸喻之後撤離 最終還有16,000人屬於強制遣返 當時日方和內地商討 經過勸喻來講的人 會集中遣返到九個內地城市 九個內地城市 當年平均每個月有1,000到1,500人 從大棚的半島不同部分登陸內地 導致這個地區的饑荒問題一億嚴重 難民中身體較為好的 多數向北前進 暴行大約四天就會到達最近的維州難民營 而聯絡體約的就多數都不能長途不思 每月至少有400多人死在路途之上 作為民間代表組織的兩華會 定期會和夜間言之作會面 向日政府表達市民的訴求 1943年12月19日 香港華民代表會主席和其餘三名代表 曾經和總督會面 向他提出多項改善的要求和建議 包括第一 負責拘捕的獻兵必須穿著制服 或者持有獻兵隊長的首領 讓市民容易識別 防止綁架和搶劫案件發生 第二 獻兵必須通知被捕者家屬 以減輕他們的擔憂 第三 儘快將在囚犯人提交法庭審訊以減輕 囚禁為犯人大力的痛苦 第四 如果被拘捕者只是屬於傳召信民性質 應當准許保釋外出 只需確保他可以隨時傳召到庭上作供 第五 准許家屬攜帶食物和衣服去獻兵部 第六 患病的囚犯應當送去東華醫院或廣華醫院治療 然而以上各點都不妨總督接納 日本獻兵的濫捕行為導致不少市民被無故遣犯 兩華會代表對此表示非常不滿 並提出改善建議 來玉蘇揭建總督時要求獻兵調查被捕者 和查核遣犯人士的身份 先確定他們是無業或是無米票的人 再即時遣犯 總督迴避問題只是指出由於大量人口缺乏食物 遣犯政策需要嚴格執行 為了大多數人的福利 要犧牲少數人的利益 以姦賢之助一直擔任香港獻兵隊隊長 負責香港獻兵隊的策劃和指揮 直到1945年1月11日 他跟隨總督、寄局、廉介 回到日本為止 論坑期間 他授意和縱容建兵在香港的暴行 實屬責無旁貸 1946年2月24日 香港軍事法定裁定他 觸犯戰爭、公法和慣例 最終判處死刑 以上有關野間賢之助的事情 只是戰後審判的其中一員 但是從中我們已經看到野間漠視人民的生命財產 甚至可以說是屠殺香港人 這些罪行都是不能夠饒書的 這條片的目的不是為了煽動仇恨 而是要大家銘記歷史 並且珍惜我們現在得來不易的和平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這一類型的歷史 雖然比較沉重 但是我們都可以久不久出一集 有關日軍暴行的故事 如果你們想表達你們的意見 記得comment、like、share這條片 以及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